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旋风式访问欧洲各国 14号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 这也是他乌尔开战之后首度的出访德国 在会见德国总理萧姿的时候 泽伦斯基表示最快今年就可以让俄罗斯彻底的战败 并且呼吁各国持续军援 而晚间泽伦斯基又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法国巴黎 拜会法国总统马克宏 马克宏日前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说 俄国早就在地缘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 已经沦为是中国的附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欧洲各国 14号他来到德国首都柏林 这也是他乌尔开战后首度出访德国 在会见德国总理萧姿时 他除了感谢德国提供价值910亿台币的武器援助 还说盟友可以帮助乌克兰今年彻底击败俄国 德国总理萧姿说 军援乌克兰是希望赶快结束战争 并且会援污到底 随后泽伦斯基在萧姿的陪同下 前往德国西部的雅琛 代表乌克兰人民领取表扬 促进欧洲统和的查理曼奖 乌克兰人民为自己的国家 跟欧洲价值而战因而获奖 泽伦斯基也到法国巴黎 会见法国总统马克宏 两人对乌克兰急迫的军事跟人道需求进行讨论 泽伦斯基来访前夕 马克宏接受法国民意报专访时说 俄国早就在地缘政治上输掉了乌俄战争 以沦为中国的附庸 14号俄国国防部罕见坦承 俄军一名步兵旅指挥官 跟一名负责政战工作的副指挥官 在乌东战场丧生 俄方向来对在乌克兰的战损严格保密 吴连哲编译 吴连哲编 吴连哲编 吴连哲编